美國攝影師Terry Richardson 向來都具爭議性 這片相片被人說她的照片賣弄色情 那片相片又捲入性醜聞 但無阻她成為視像界的寵兒 鏡頭下的名人多不勝數 連奧巴馬都有 二年五十歲的Terry 幾年前來到香港玩得瘋狂 赤裸上身扮李小龍 又兇襲Angelina Jolie的立像 最近她還現身中環畫郎的個人回顧展 就以牛仔褲衣衫的斯文形象現身 分享過去二十年二十四張照片背後的故事 當中難得可見她爸爸媽媽的相片 兩個人在Terry小時候已經離婚了 身為攝影師的爸爸某程度都影響了她 九十年代她憑着Vibe雜誌 一輯野青相成名 逐漸得到Sisley、Tom Ford等品牌的青奈 又和Vogue、GQ等雜誌合作無間 鏡頭下的都是名人 這幅是她展覽的最愛之一 這幅照片是她第一次和Lady Gaga見面的時候拍的 不過最爆的是 這幅封面照竟然沒有展出 名成利咒的同時 她常常捲入性侵犯的閻魂 其實她自己都拍過很多無故而幫她口交的照片 尺度大膽 相比之下 今次展覽顯得有些小疑科 只有幾張露點照片 她坦然對技術和後期製作沒有興趣 說自己最好的作品都是很即興的 為了幫無特兒放鬆 她經常赤膊上陣拍攝 更加會一絲不掛和無特兒互拍 她覺得這些照片性感得來都很有趣 多多鹹又多多趣 只是她的風格 Terry 的拍攝靈感源自性愛 不過她就不認為自己是色情狂 外界對她的批評都不是今天才有的了 二十年前她開始成名的時候 已經被人說 作品意識不良 甚至為人所不似 但在一片真意聲中 她就越來越紅 都建立了自己獨特的攝影風格 名人又落於在她鏡頭面前展現鬼馬的一面 是一切死了 謝謝 推特開